大家好,我們是人際醫院陳耀昇小學的四年級學生 而我們這份作品的名字叫做智政囊囊之家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呢? 因為上年九月香港遭遇了一百四十年來最大的暴雨災遇 香港多區發生了嚴重水浸 而九區的流浪狗場都發生了嚴重水浸 幸好以供及時港道救了這些狗隻 不是說後果會更加嚴重 我們因為全球暖化 我們相信這些暴雨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打算安裝這些智能 每次可以減少這些狗隻的性命威脅 現在到我們介紹了 這個呢就是一個水浸 水浸的感測器 而且它是連著主人的手錶 當有少量的水的時候 主人的手錶就會出現一個不開心 當有大量的水的時候 主人的手錶就會有一個交叉 而且會在這個門又會關著 避免有更多的水浸入這間屋裡 當這個閘關了的時候 裡面的救生艇和龍下面的救生艇都會自動沖氣 令到裡面有水浸的時候 那些狗仔不會浸出 還有這個自動衛生器 都關了一個閘門之後呢 它就會降下來給那些狗仔吃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設計意念 多謝